她曾在电影《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中平街展示42寸长腿造型成为经典 她是电影京五门中文晚的日本女生五天有美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中文柔单纯的蓝凤平 她就是香港著名女星万启文 提起万启文 估计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她曾经参加亚洲小姐比赛获得亚军 在拍摄京五门时与甄子丹相识相恋 当年亚时台庆甄子丹向她跪求爱 最终万启文很感动 并表示今生非甄子丹不假 结果两人还是分手了 万启文1970年出生于香港 中学毕业后在一家婚纱店工作 因为她身材非常好 就做了兼职模特 19岁那年万启文 参加亚洲小姐比赛获得亚军 并签约亚洲电视台而进入演艺圈 在亚世时 她与吕宋贤主演时装具大提琴语点三八 时音戏声情 开始相恋 两人之后经历了几次分分合合 最终还是分手了 1995年 万启文和甄子丹开始相恋 据说那时候甄子丹第一次见到 她就被她的美貌征服了 据说当时甄子丹和前妻的关系还没有完全斩断 而前妻还刚好在生孩子期间 即便这样 甄子丹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向万启文求婚 在媒体追问的时候 甄子丹不闻不问 并且展开骂战几乎得罪了全香港的媒体 万启文更是表示今生非甄子丹不假 但是这段感情景维持了四年 两人就以性格不合分手了 甄子丹说 万启文喜欢耍小性子 而甄子丹希望自己回家能够得到温暖 可是回家还要照顾她 或许是和万启文的童年经历有关 在她记忆中 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好 父亲性格报道 经常向妈妈发脾气 在她18岁那年父母离婚 在万启文的心里留下深刻的伤害 1999年万启文还完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